今天咱们来说一下关于交通线的问题,那是什么呢? 其实在有些城市的一些路口,可能会发现上面都会有指示牌,比如说最左侧空中指示牌写着,既可以执行又可以转弯,然而当你跑到跟前的时候你会发现,地下的标线会只有一个左转弯,而没有执行,但是这个时候再想定线肯定定不过去了,只能是执行了,或者说只能左转了。 万一说你执行了,按照咱们交通法规定,不按照标线形式的,这个可是要扣分罚款的,像这种情况,肯定有车助吃过亏,千万不要觉得这种情况不存在,其实这个还真存在的,像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? 据有关人士给我们解释,如果出现了空中指示,跟地标线出现冲突的时候,咱们应该以空中指示为准,也就说即使地标线只有左转,但是咱们依然可以执行,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就被扣分了该怎么办? 咱们可以到行政科进行复议,一般情况下就会直接取消罚款跟扣分了,当然了,这种情况不多见,但是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听个醒。 既然说到这块了,咱们不妨就说一下,在交通行驶过程中,咱们应该以什么为准,基本上按照交警的手势要大于指示灯,指示灯要大于空中标线,空中标线大于的标线,这样的顺序,大家也就懂了把图。